SemiCon半导体展的IMEC科技论坛 今天抢先举行 零化科执行长蔡立行一开头就预购下个月 将亮相自家手机旗舰晶片天机9400 并且要多元扩展AI运算晶片的领域 和台积电等生态系的伙伴紧密合作 Semi也在今天成立了细光子产业联盟 日月光执行长吴田玉点出 产业要如何抓紧AI时代的机会 相信蜥蜴光子将会把台湾带到全新的层级 并且创造出巨量的成绩 IMA科技论坛登场 半导体指标大厂起居一堂 探讨40年半导体创新经验与AI的大跃进 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透过炉边对谈 分享台湾科技业最新技术趋势 强调深层式AI带来庞大机会 联发科持续与台积电 日月光等生态系伙伴紧密合作 AI先起第四次工业革命台积电技术研究 副总经理曹敏 会中谈到半导体产值 在2030年将达到1兆美元 其中晶圆代工产值为2500亿美元 半导体的黄金时刻到来 SAMI国际半导体协会也在3号成立西光子产业联盟 由台积电日月光担任倡议人 出示联盟会员包括鸿海、联发科、世界先进等30多家业者 吴田玉认为AI驱动技术加速 细光子时辰比预期更快 将把台湾带到全新层级创造巨量商机 面对机会与挑战 台湾产业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曹严玲嘉宏台北采访报导